河南南阳一村庄又下雨了 这条路是这个村子最差的一条路 还没有硬化 这两家都在城里面打工 长年不回来 咱们到他们的院子里去看看去 这里杂草丛生 到处都长满了野草 这家还是两层楼 人都长年不回家 这个门是锁着的 这里还有一个四轮 四轮池 好像也放了好多年了 院子都快变成森林了 这样的房子其实整理一下 在这里居住也挺清净的 房子挺好就是缺少人气 人常年在外面 一年回来个一次 我们村好多 好多房子都是这样 院子长满了杂草 这里一个小菜园 今天下雨 这后人家也在屋子里休息 有人住和没人住到房子 区别是大 经常收拾 外面都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对比一下 这是常年没人居住 看这个门口 这个路 这套房子 后面顶了两个木棍 这里也住着 两位老人 儿女不在家 一下雨就用这个木棍 给支起来 老房子看起来 这老房子看起来 有点危险 这这户人家 种的韭菜 就是这户人家 这个瓦房里面住的 两位老人 八九十岁了 在这路上种了这么多韭菜 以下雨 这个村子上路上都是静悄悄的 路面修得非常好 看不到一个人 看到这样的情况 在外面打工的你们 想家了没有 一下雨河南这边的老家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